社会公益和企业的获利 社会公益和企业的获利 这两件事情在传统的观念里面 不但是两回事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彼此竞争 我们在过去几年可以看到很多的案例 就好像拔河一样 社会互相对立 我们可以在食品安全管理法的修法 在矿业法的修法 还有在空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法上 都可以看到双方有各执一词 而且难以对话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面对这样子的困境 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一个解决的方法 简单来讲 就是这两个价值不再是互相拔河 我们一转念 运用商业的模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这两股力量就从对立跟竞争变成合作 和共好 我们来举几个实际的例子 举例来说 在社会上面有一些需求的 特殊需求的人士 好比像说生障者好了 这些朋友们呢 在传统的观念里面是被动的 是要等待政府去提供一些服务 但是呢 政府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因为常常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所以提供出来这些无障碍的服务呢 也不一定能完全一下就契合生障者的需求 这个时候就可能有冲突 有冲突的地方就有社会企业的空间 所以在台湾就有这样子的社会企业出现 它翻转了生障者这个被动的状态 划被动为主动 去让他们成为服务的提供者 什么样的服务呢 就是运用第一手的经验 跟专业的资讯平台 去告诉政府 告诉各界说 要怎么样设计出来更好的 更友善于生障者的无障碍的环境 因为这样子创新的模式 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然后也让这个城市变得更适合大家居住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时候有大型的天灾出现 好比像说之前的八八风灾 在天灾之后就会有所谓的灾区 有所谓的灾民 这些民众在传统的观点里面也是被动的 好像是要等待政府来提供救援 来提供重建 那台湾这个重建的速度硬体上 一定是非常快的 一下子房子就盖好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人跟土地之间的连接 有的时候会遭到忽略 这个时候就可能有冲突 这个时候就有社会企业的空间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有一些地方它的灾区的自救会 就是运用社会企业这样子的模式 去把当地的朋友们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之后 不但能够主导那一个地方的再生 而且还可以重新发现 在地的特色甚至一些特产 然后一起团结起来 去建设出新的生活圈 新的经济圈 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在传统的食物生产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第一线的这些耕作的生产者 到我们这些个别的消费者中间 其实中间有非常多层 有加工 有大盘 有中盘 有零售 等等的这些朋友 但是因为这样子距离的关系 如果你是个别的消费者 然后你很在意 好比像说环境 好比像说食安 这样子的话呢 你其实很难 第一线的去跟生产者去沟通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无力感 同样的道理 社会企业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台湾有许多社会企业 是致力于 实际去把这些消费者组织起来 大家用合作的方式 去找到有相同理念的生产者 双方彼此直接沟通 互相一起讨论之后呢 一方面消费者 这个是有教育的作用 让大家更清楚知道说 这个生产的环境是怎么样 能够更亲近它 反过来讲 对于生产者来讲 这边也可以去说服生产者 去使用更友善环境的方式 来进行耕作 慢慢地这样就可以互相聚集在一起 达到所谓的农食互惠 这样子新的经济网络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社会跟环境的时候 感觉有的时候也是比较 好像被动的 就是社会不要去破坏环境就好了 但是呢 现在也有一批新的社会企业出现 他们在落实减碳 落实能源永续的同时 也可以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企业的做法是这样 他们响应政府的再生能源政策 然后呢 运用群众募资 运用各种方式 去把捐款啊 投资啊 都投入太阳光电的系统的建设上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不止能够减缓全球暖化 以及活化这个闲置的屋顶 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发电所得的收益 再次去投入当地需要帮助的一些 弱势的朋友们 那以上呢 当然只是台湾非常非常多的 社会企业里面的四个例子 但从这个四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但它持续发挥了社会的影响力 而且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 今年在新展银行 跟联合报愿景工程 一起做的一个调查里面 就发现说 我们去路上问一位朋友说 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能够兼顾公共利益跟获利 你觉得怎么样 有接近八成的朋友都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但是呢 同样的调查也显示说 如果我们问的是 那你能不能讲得出一种模式 这个认知度怎么样呢 只有不到两成的朋友 能够说得出具体的模式来 这两个数字中间的差距 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叫做不明觉厉 就是不是很清楚 但是觉得这个很厉害 如果一直停留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其实社会企业也很难 再进一步地发挥 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各界都觉得说 这是我们要一起面对 一起处理的问题 就是要让各界更清楚地了解 社会企业到底在做什么 在今年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民间的很多社会企业 就已经集合起来 用共同行销的方式 推出了像百宝盒啊 像福气包 这样子一种礼盒 那你买到这个礼盒的朋友呢 就可以一打开 就认识到十几二十种 不同的社会企业 以及他们的社会使命 这样子当然对于理念的扩散 非常有帮助 所以政府呢 也没有缺席 当然是权力的支持 我们今年有一个叫 Buy in Power的计划 任何国营事业 任何地方政府 任何机关的朋友 只要买到一百万的 这个社会企业的服务 或者是产品呢 我们在行政院 专门负责社会企业的 这一位政务委员 就是我啦 就会跑出来颁奖 颁奖给这个机关的代表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引入 像共同采购 这样子的方式 让社会企业的理念 能够在公务同仁的工作当中呢 就不断地让大家接触到 当然不是只有采购而已 行政院呢 接下来呢 就会设置在空总 也就是台北市的 建国花式玉式隔壁 最精华的地段 一个叫做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一个空间 下个星期就会开幕 在开幕之后呢 这是24小时不打烊的一个空间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进驻的团队 全台湾的社企 他有任何发想 任何创意 都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进行对话 我自己也会把 社会企业政策形成的过程 带到这个空间里面 每个星期有一天 就是星期三 我就会在那边上班 那所以如果大家 对于社会企业有任何想法 对政策有任何建议 都欢迎在那个时候 我的office hour 来找我说说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了解到 当然台湾的各个区域 有不同的社会情况 不同的社会问题 当然也有不同的社会企业 所以我们不会把注意力 都只放在台北 所以在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到台湾的各个角落 实际去走进当地的社会 跟当地的社会企业 进行对话 从月底开始 我就会固定每两个礼拜 轮流到行政院 在台中 在嘉义 在高雄 在花莲的办公室 实际去跟当地的社企 不断地进行座谈 我们想要知道这些致力于 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 自己的商业模式 有什么政府可以帮忙的 解决的社会问题 有没有什么政府可以帮忙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不断地留下 影像 文字 各种各样的记录 也让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 更知道 社气的动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呢 全部加在一起 就像是一把大伞 它往四面八方去开展 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社气 都是往一个自己不同的维度去发展 可是呢 因为大家解决的是 共同的社会问题 所以大家就可以彼此学习 可以彼此支持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社气 比起一般的其他的企业 最动人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社气圈里面的所有人 他都是能够翻转 传统上好像只能竞争 只能对立 这样子的一种商业的思维 我们社会创新的思维 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本来呢 大家是在一个跑道上面 只能往同一个地方比赛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但是呢 当你有个社会创新的主义的时候 就好像你转了一个方向 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就开始跑 这个时候你就甩开了所有人 这个时候你就是第一名了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每一个社会企业 都是他的这个方向的第一名 所以我也祝福在场的各位 在自己人生的方向 努力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互相支持 互相学习 来一起打造出 合作 共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